莫拉克風災過後 南橫公路部分路段 只要遇到大雨 就會土石崩塌 甚至高雄桃園區復興到晴河裡 還是以溪底變道為主要道路 只要溪水暴漲 就會面臨無路可走的窘境 再後六年多 臺二十線南橫公路無法全線通車 行政院院長毛治國在立法院 備詢時表示真的沒辦法了 其實前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執行獎陳振川 在重建當時就表示 道路要修復難度實在很高 因為當時河床瞬間提高五十米 將原有的道路全部買沒 甚至都和部落同高 而在重建的這段期間 只要遇到大雨 就會再度面臨大量土石沖刷下來 想要修復道路真的相當困難 他至少持續一二十年 只要有颱風好雨的話 他就會把土石帶下來 而且那個地方是不容易去做 那個量大到你很難去清除這個遺跡的 所以我想這個就做工程來講 對於這麼不穩定的地址 你說就在沿著老榮溪這邊來做工程 那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不過有學者表示 依據地址不穩就卸責相當不負責任 南橫公路台二十縣修復困難 當地居民希望可以全線通車 就真的無解嗎 且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執行長表示 交通部要審慎評估 南橫公路台二十縣台東海端和高雄桃源 經過莫拉克風災 道路樣貌全毀 經過了六年多的時間 政府單位每年投入不少經費在修復 但是道路始終修不好 而政府也無法承諾道路何時可以順暢 居民想要有一條安全的道路 等得遙遙無期 記者 莫拉斯 露露台北市採訪報導